活动由清脆悠扬的陶笛乐森揭开序幕 县府文化局105年推动精彩工艺 南投工艺之都文创行动计划 经过一连串的分项及辅导工作 透过南投新世代文创工艺展 在茶博会场将成果具体展现给所有民众 这一次同时当然我们希望茶博的活动 除了卖茶以及产力的行销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音乐 工艺 美饰 也能带到我们主的场地 所以今年突破以往增加了文创工艺展 因为我们的文化局这个才艺表演 有陶瓷还有手提琴的表演 这个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 来参加 这象征是我们的蓝头县的希望 文创业者以基本的技法搭配巧思 打造出一个个令人爱不释手的文创商品 期盼能用品价的价格 融入民众的生活 我们就用简单的竹编里面的一个鞋纹编 然后去延伸人质编 还有波浪编下去做 既有的像刮青的 然后熏的跟保青的下去做搭配 然后也是用最基本的竹编的技法下去做 以后我想要走的商品的这些东西的延伸 没有说很复杂 因为我们文创商品就是想要让大家能够融入生活面 然后拿用评价油会让大家能够消费者很满意的带回去使用 这样才能够把竹产业呢 把那种有点没落慢慢把它带起来这样 医员赖燕雪表示 透过八大工艺厂家的作品 让民众了解南投工艺制度的实力与创造力 也让民众多一种体验 南投新世代文创工艺展 这次结合我们的一个世界茶博览会来做一个行销 那么特别选拔八位优质的一个工艺人才 在我们南投县就地取材 不管是我们的石雕我们的木雕我们的竹边 还是说我们的陶器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呢 在这一次的茶博展里面做一个展出 同时也让我们的乡亲体验到南投是一个工艺之都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文化相当的丰富 也将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做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 工艺展结合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在中兴新村中兴会堂一楼展出 除了展示文化局辅导开发的工艺文创商品外 也规划一系列工艺文创DIY 文创表演等活动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体验 民意新闻临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也许匀 这一日子终于 很多人的 兴真 这一日子终于